Hello 歡迎收看今次的威士忌,Bassel N1 今次我們在Castful的店鋪看看威士忌 都是半島酒店 都是半島酒店 是的,地庫 是的 我剛才喝完這瓶Delphi Branded威士忌 現在來講解一下 Delphi這個IB品牌 這個品牌應該是最出名的IB品牌 但這個品牌是有故事的 雖然我們剛才遲了一條片 試了他就走了 不如Keef,你講一下故事是什麼 又好 其實Anuffy這個品牌 當年他要做這個酒出來的時候 那個人就沒有錢 沒有錢他又怎樣呢 你知道要買酒也要錢 你才能追出這個品牌 他就問他媽媽借錢 他媽媽就開了一個條件給他 就是說你一定要追出那瓶酒 是他滿意的 挑剔不了的 那他才會借錢給他做一個品牌 然後就出現了這瓶酒 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到現在就再多了我們身後面 很多不同的酒 這個就交給John你介紹了 John 這個IB品牌可以說是最頂尖的IB品牌 是的 是的 那這個品牌是 普通是去請個 不是調酒師 調酒師 調酒師 調酒師叫做Charlie McClain 已經很出名在我的威士忌圈那裏 是的 因為他們買威士忌回來 是一桶買的 是 通常拍攝都買 那他們 Charlie McClain是不停去試不同的桶 有很多桶的 嗯 幾千個桶 他試了最頂尖的5%的桶 才會幫他入瓶的 最頂尖的5%的酒 是的 那他每一道這些 剛才試過 這些全部這些是鮮菇 鮮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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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混合過水 沒有混合過水 全部都五十多度 是的 有些五十二 五十五 有些五十九 五十九點七 是的 原質原味 原質原味 再加上每個 你看不同的顏色 是的 每個桶都有不同的 是的 每個桶都有少許特色 還有有不同酒莊的桶 回來給Motelac Blenacci 還有Isla 威士忌 有不同的桶 是的 所以桶的風味 變成不同顏色 嗯 有些是Sherry桶 深色一點 Sherry桶 或者有些朱古力味 嗯 果香 有些是Bourbon桶 威士忌 多一些 Smokey 甜甜 Honey 所以不同的酒桶 亦都影響過酒的顏色 這些酒已經沒有混合顏色 沒有混合色素的 一般的Blenwisky 有些大分排的Dlawney Walker 或者其他Shippers 那些 那些 同一個顏色 他們混合同一個顏色 是 混合同一個顏色 是 是 這些是沒有原汁不味的色 是 所以每一個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 是的 每一桶有多少瓶酒呢 有些人問 是的 二三百瓶 每一個大桶 是的 那它最後入瓶入到多少瓶 是不是 三百多瓶 二百多三百多瓶 是的 但其實我們是看得到的 在酒瓶上 是的 可以說一下 有些酒瓶有四百多瓶 有些一百九十瓶 是的 那為什麼這個 這個 34年份 34年的 34年的 34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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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來越少 所以都很淺色 未必是深色 嗯 通常是 貴 應該是貴一點 應該是少 是 我很欣賞這個brand 就是說 它找有私下口 去試 但是它有寫那支酒的出處 是 就是它就是買那支酒 我當你 那一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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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選擇那一堆酒裡面 大家都是二十年了 試最好的那些 然後它會建立一個出處 嗯 那反過來我是這樣想 就是說 你說這支是五百多瓶 我就買一支那支酒的二十年回來 是 試一下 分別 真的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接下來會玩的課題 這個 你想到這件事情 反而我就想 我們剛才說 我們怎麼做一個IP酒 不是 剛才都問過 做IP酒 買一個桶回來 需要多少錢 是的多少錢呢 有便宜 又貴又貴賣的 普通入門先 入門先 入門先 十多萬一 一桶 是 幾千元 七八千元英鎊 都有 都可以買回來的 是 那你自己要加工入瓶也好 那加多一些所送費 三成士 那你應該加幾萬一 十多萬 十萬左右 計算入瓶了 是的 有二百多瓶 三百多瓶 因為要買便宜一點 那些年飯可以喝多一點 是 三四百瓶也要四百瓶 是 你這樣講 我分享我一個朋友 真的都是Client 做了一件事 就是早一年 他的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是 他就說 爸爸給不了很多錢 那我做什麼呢 他就真的買了一桶 他就說 三十年之後你長大的時候 你賣回那桶酒出去 買幾十多錢 就應該值錢了 是 他就用一桶酒來做給兒子的禮物 哦 就買了一桶 真的買了一桶 那他擺頭就擺在蘇格蘭 那每年要不要再付錢 要要要 他要給全倉費 哦 那他就說到什麼時候 可能爸爸 如果兒子不生性 就爸爸喝光 如果兒子不生性 就送一桶酒給兒子 哦 挺有意思 挺有概念 挺有概念 是的 我們真的要策劃一下 我們Listie Investor 101 做我們送自己的一桶 是的 我們的品牌 怎麼做一個IV酒出來 好嗎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是這麼多 好嗎 如果大家想買威士忌酒 就可以來到半島地庫 這裡 叫什麼名字 Casco 可以買到一些很有特色的IV酒 下次見 拜拜